在这一小段里呢 我想要把上个星期做的事情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希望更清楚的知道呢 虽然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很高超 但是这些基本的简单的工具 已经可以做不少事情了 比方说我们对网页的 那个所谓HTML程式的结构 还不是很了解 那因此呢 我们也还不能够使用 更精致HTML的网页分析软体 目前有一个蛮有名的套件 简称BS4 全名是Beautiful Soup第四版 为什么会叫这么奇怪的名字 我也没去研究了 我想就是这样嘛 就像Python叫做Python 也不过就是创作它的人喜欢嘛 那反正现在你能够做出一个好用的软体 你就有资格给它取任何奇怪的名字 这个BS4就是一套还蛮厉害的网页分析的套件 Python的套件 要安装它是很容易的事 反正用PIP就可以安装了 装了以后几个标准的动作 你上网查一下也就知道怎么做了 但是我决定不在这里说它是因为你真正要用好这个套件 你对HTML的知识还是要再提高一些才行 现在呢我们就只说上个星期我们发展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工具 已经可以做蛮多事情了 我想要再举的一个例子是 我想要去网络上找到西游记 然后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事实上在民国93年94年的时候 我在中央大学开了一个网站 那个网站已经收集了很多很多的 像西游记 西香记 三国演绎 红楼梦 庄子 莫子 荀子 许子 论语 这些有名的中国的古典文本 虽然我那个网站经营了十年左右也就关起来了 但是那里面的内容早就已经传播到各地 而且换成了很多形式 放在网络上 所以我相信西游记还是可以找到全文的内容 其实我自己的电脑里面应该就有了 不过反正跟上个礼拜一样 我们就是拿它做个练习而已 假设我们现在手头上并没有完整全部的西游记 而且是必须用一个纯文字档案储存下来 这样才能够方便我们将来对它做文字分析嘛 那么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西游记 但是他们都是用网页的形式呈现的 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功夫写个Python的程式 把那些本来是纯文字 然后转换成了网页的那些文件内容下载下来 去除掉HTML 就是把网页的部分再清除掉 然后把它还原成只有文字内容的档案 这是在这一小段里面要稍微示范一下的事情 我们就搜寻一下西游记吧 第一个出来的是个维基百科 但是它看起来好像不太可靠 因为这边出现一些简体字我不太确定 总之我不太相信的东西 然后这里是什么电视剧的维基百科 那当然不是我们要的 我对于这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或者是中央研究院提供的中国的典籍 或者是像图书馆那样子的机构 拿出来的档案我比较相信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里面的西游记 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它属于中国哲学书 没关系啊 我们高兴就好 所以呢这个西游记看起来一共100回嘛 对不对 在这里 这是它的目录 我就先点第一回进去吧 我们观察一下 第一回的档案名称 应该说网址名称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大胆的假设 第二回就会是CH2咯 看起来应该是这样没错 第二回的名字叫做物测菩提真庙里 那你看左边这个视窗里面就写着第一回是灵根御运源流出 第二回是这个东西 那因此呢我们再试试看比如说第57回 我随便跳一下 第57回是不是这样 它是真行者落家山诉苦 那这里可能要拉下面一点才会看到在这里 真行者落家山诉苦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回次 好了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目录页去看看回次 第57回对不对 真行者落家山诉苦 经过这些实验之后 我想三个实验已经够了 对不对 我们应该可以相信 这个网址呢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把CH后面的那个数 从1234一直可以走到100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让我拿出来上个礼拜的A.py 但其实我已经修改过它了 我已经在影片里跟同学们说过了 所以长得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我就从这里开始修改吧 我要打开储存的档案 还是暂时叫它A.txt 然后这两个这个no need 看来是它本身是no need 对不对 看来我不需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先把这一列删掉吧 然后这个p呢 我等一下只想要拿到第一回而已 所以我就写1.2 1.2就产生一个数而已 就是1 然后这是网址嘛 那网址呢 现在要重来了 对不对 这个网址呢 它的字串 我刚才把它抓下来了 是这里 但是这个东西要改 所以我们就利用format来改吧 要放在那个大括号里面的 就是p p现在只有1啦 以后我们可以就让它从1跑到100 那有了这个page之后呢 我们剩下的好像这几句话是一样的 用request这个module里面的get去获得 去索取这张网页 而索取的目标呢是这个网址 上个礼拜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检查一下是不是正常结束 如果200号才是正常结束 其他的不正常结束 我们大概都没有处理的能力 就让这个程式停下来算了 接下来呢 就是把result 还记得 result result里面一个固定的变数 叫做text 也就是这张网页的所有内容 把它存到一个字串里面 然后如果这个字串不是太小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不是空的 刚才我们已经检查过了三张网页 我们相信它全都不是空的 譬如说我就检查最后一张网页好了 最后一张网页是不是这个1的地方 就换成100呢 的确应该就是这样 而且最后一张的 最后一回的标题 我还记得就这样 进回东土五圣成真 五圣是唐山杖跟三个徒弟 还有一批白马大家记得吗 所以那批码也是个宝物 所以一共是五圣 然后拉到最下面看 其实每一回的最后一句话 都是且看下回分解 就是我们最后一回不是这样 西游记至此中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很相信 照这个形式做出来的网址 没有空的 所以这个empty等于160这句话 也就不需要了 那么if这个长度超过空这个变数 这整件事情也不需要了 所以这所有的 本来写在if里面的那些话 统统可以退出来 就解除它们的缩排 解除缩排的方法 是按着shift再按tab那个按键 再下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扇模组里面拿的 一支程式叫strip HTML 就是尽可能的把网页里面跟HTML原始码有关的指令全部清除掉 剩下的就应该是文字内容 但是那些文字内容不一定全是我们要的 再回来看一下网页 我回到第一页好了 你会看到左边有一个好像是连接的面板那种东西 这种网页的设计呢 我们会称它为控制面板 或者说它是一个panel 说它是面板呢 是用功能的方式来说的 另外一种在技术上的功能呢 它叫做框架 frame 不论如何啦 左边就好像有一个让我们可以有洁净 随时都可以按到儒家末家 然后这个小说的话 可以有随堂 有宋明 在宋明里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有三字经 有论语著书 还有西游记 如果我们往下拉的话 发现西游记结束以后有三国演义 金瓶梅一点点点 然后有清代有民国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可以按的按钮 叫做简介说明相关资料 这些字都会出现在被我们清理过的东西里面 因为它们也是字 那还有呢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西游记的每一段都有一个注视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点下去 我就不帮你点了 点下去有一个注视 它可能会有内容 然后简介这一段原文的意思 那些字呢 都会出现在被strip之后的内容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s呢 拆开来变成变成一个序列 序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西游记这张网页内容的一句话 它们是用反斜线N newline来隔开的 然后我们就要想想我们删除哪些东西 然后删除完了以后 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不要我们再删掉 好 剩下的这些呢 因为我还没搞清楚要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做 不要做就是把它command out 最简单的command out的方法之一 就是打这个darkstream的这个符号 就让它暂时都不执行了 那我要执行什么呢 我就打算把去掉了html之后的那个内容网页呢 先全部印出来 那当然可能蛮多的 我已经知道蛮多的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档案里吧 整个字串写在档案里 你也不用担心那个档案会全部黏在一起 很难看 我们上个星期有了经验 这个s里面有很多的反斜线N 每一个反斜线N就造成一列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列 我现在才从这里打开 我执行了a.py 执行之后会多出来一个档案叫做a.txt 我的资料夹呢 在1092的数位工具 这个资料夹里 然后在里面找NLP这个资料夹 然后我有a.txt了 现在你看到刚才我讲的那一些文字都出现了 在这里什么English 然后简体网站 本站介绍 然后先勤两汉 我们还看到了刚才说的先勤两汉 接下来就有儒家墨家 还有这些论语什么东西的 这我暂时也不去深究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有很多可以 也就是这个中国哲学 也就是这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所有收集的那些文件的名称 通通出现了 总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游记 跟他的100回的张回名称 在荧幕的左边 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是这些东西 然后这100回结束了 最后一回是进回东土 武圣成真 接下来就是宋明的时候的其他那些 有被收集起来的小说 或者是文献 然后明清时候呢 有红楼梦全汤诗康熙字典点点点 然后这个左边的panel 大概就总归要结束了 结束之后 这里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它好像又重复了一遍 好重复一遍之后 最后在这里我们应该要看到这里 这看起来呢 是现在荧幕上面的这一行 看到滑鼠吗 这一行 汉代之后宋明西游记 这看起来是一个树状图的概念 最上面的资料夹是汉代之后 再一个子资料夹是宋明 再一个子资料夹是西游记 再来是这一回的名称 可惜它在档案里面 没有告诉我们回的编号 这是第一回 但是它并没有写 然后似乎是现在 我们荧幕上看到的这一列 还有后面的一些东西 全部会变成这里 它又把这个 这一回的名称说了一遍 接下来有 电子图书馆的一堆连结 然后刚才说 每一段的内容的左边 会有一些可以连结的点 它们出现在这里 打开字典 如何如何 然后施约 施约在这里 然后有打开字典在这边 然后混沌未分天地乱 在这里 混沌 好 再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好多个打开字典 打开字典 只要有打开字典 看来就是我们不需要的 我们打算要删掉的东西 有的时候打开字典是独立的一列 有的时候打开字典是其他 是混在其他文字当中 但是我们应该已经观察出来了 只要有打开字典 这四个字 这一整列都是不需要的 可以把它删掉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第一回呢 到哪里结束就不重要了 反正我们看到大概是且听下回分解 这一句话就是最后最后一却了 好 且听下回分解 然后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把图拿下来 然后我们看到图的下面呢 李卓武先生批评西游记什么什么的 在这里 李卓武就是我推荐大家看的 万历十五年里面 介绍的其中一位主角 在那边用了他的姓名 而不是他的字跟号 他叫李智 接下来呢就是后话 对不对 就是每一张网页 大概都应该设计一些这种后话 然后如果支持我们要怎样怎样 然后到什么地方来找到我们 什么什么的 总之 这一列我们应该删掉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且听下回分解 好像应该留着 因为这毕竟是故事里面的 每一回的最后一句话 那我们不应该把这句话全部删掉 因为且听下回分解的前面一句话 倒是不一定 每一回都是用同样的话来结束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最后的两列应该要删掉 这个646列其实不存在 是因为645列的最后有一个反斜线N 有New Line 所以才出现了646 如果我们把这篇纯文字档 Split变成List of Lines 就是变成一个序列 序列里面每个元素都是这边的一列 那么其实第645列 就现在我反白的这一列 是最后一列 然后这是倒数第二列 所以倒数的两列我们要删掉 而且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 每一回的网页结构都是一样的 所以到这里呢 是第537列 注意这是subline subline的列是从第一列开始的 不是从第0列开始的 所以就是537列 所以就是从前面数过来的前537列 要一口气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要把第二列删掉 注意第二列的编号 应该是1号 剩下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倒数两列删掉 刚刚我解释的 再剩下的呢 就要看看那一列里面 有没有打开字典 我们应该大胆的假设 西游记这个半文言文的小说里面 不会有这么白话的 打开字典四个字 所以只要一列里面出现打开字典 应该不可能是西游记的内容 所以我大胆的就可以把一列里面 只要含有打开字典这四个字 就把整列都删掉 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写程式来一口气做的事情了 好 刚刚说要先做这件事嘛 把刚刚那一所有的文字档 放在一个字串S里面 然后我们把S这个字串呢 用反斜线N做间隔 把它切开来 变成了List List的名字叫做T 然后刚刚说前面537列全部要删掉 那这个写法呢 就是T这个序列 从头开始不超过537 那就是0号到536号 其实就是前面的537列的意思 把它们一口气都删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第二列删掉 所以编号是1 接下来我们要把倒数两列删掉 这是Python很厉害的一个语法 对不对 -2开始 就是倒数第二个元素开始 到最后 那也就是倒数第一个元素 然后呢 无独有偶的 上次我们要找到相关连结把它删掉 现在呢 我们要找到打开字典把它删掉 可是呢 以前我们这样写是因为我们已经观察得知 一张网页里面出现相关连结这个字串 最多只有一次 有的时候没有 有的时候有一次 所以呢 我们只要这样写就好了 当它有的时候就把它删掉 可是现在我们却知道 打开字典这个字串 会出现很多次 所以不适合这样说了 怎么说才好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说法 可以说for s in t 注意s这个字串 现在已经不用它了 因为我把s拆成了个列 然后处理这些列 等这些列都处理完了之后 我才要把它再重新合并起来 弄成一个叫做s的字串 所以在发生第二十二列的这个s之前 s这个变数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借用同一个名字 就不要想太多不同的名字了 我借用这个名字来让它成为t这个序列里面的每个字串 这个写法也许是我第一次告诉你们 其实t这个序列并不是01234那些整数 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的字串 也就是网页里面的一列一列的文字 现在这一句话意思就是 让s一序等于序列里面的每一句话 但是其实已经不是每一句话了 因为刚才已经删掉了很多话了 好我们一句一句的检查它 然后呢这个语法跟上次一样 如果拿出来的这一句 注意哦是那一句s 如果在那一句里面出现了打开字典这四个字 它只有那四个字 或者它有很多字 只是其中有打开字典这四个字 那这个if就会变成true true的话呢 我们不是要把这一句话里面的这个打开字典删掉 而是我们要把这整句话删掉 t点remove括号s 而那整列呢 在t这个序列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元素 所以用t点remove括号s就会删掉 这个序列里面第一次出现s的那个元素会把它删掉 因为我们现在是按照顺序来检查 一列一列的检查 所以当我们第一次找到打开字典的时候 那个s一定是第一个包含打开字典的那一列 所以这一句话呢 一定是删掉刚才找到打开字典的那一句 而不会删掉其他句子 我们让这个s呢 跑完了t里面的每一句 然后后面这两句呢 把每一个包括打开字典这四个字的句子 全部都删掉了 现在我们应该满意了 都删完了 最后再用上个礼拜同一招 把它还回去一整个字串 为什么需要还回去一整个字串 因为我们需要写到档案里面 写到档案里面的东西只能是字串 所以要先把它还原成字串 然后我们再把它写进档案 稍早跟同学解释过 为什么要休息 slip是休息 一个不太固定的描述 现在这一句还暂时不需要 我把它comment out 最后呢是我们说要关闭档案 差点忘了 前面还有一个刚才输出的那个s呢 现在不需要再输出一遍了 所以把那一句话给删了 应该说把它搬到这后面来 要等到该删的那些列全部都删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写到a.txt去 那么我再执行一次 执行完了之后呢 那个a.txt相当于是被我们重新输入了 也就是相当于是把它旧的档案删掉 新的放进来 所以它就已经更新了 你看呢第一列就是这个树状结构 然后树状结构的最后 说的是这一回的名称 接下来就真的开始了 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 点点点 让我们就赶快跳到最后一列吧 其实我小时候读完这个 在我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暑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 什么时候读的 毕竟不知向后修些什么道果 且听下回分解 这是第一回的最后一句 我还有一点不满意的是 等一下我要把第一回到第一百回 全部接在一起 我希望看到回的数目字 而这个汉代之后一直到西游记 反而是没需要的 因为我知道这一本是西游记 以后我的档案上面就会写西游记 所以我现在希望是 这个零根孕育的前面要改成 001 002 我也可以写1234一直到100了 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写三位数嘛 所以一位的时候就写001 002 两位的时候就写010 011 012一直到099 最后是100 我希望做到这个效果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要知道零根孕育 这一句话的这个位置是这一列的第几个字元 然后我要向回推一个 从这个空格开始 当然我可以用数的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 我把这整句话复制起来 然后进到Python里面叫他做 我先说S就是这个字串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在S里面呢 我找零根的这个零 把它复制过来 他告诉我是第18号 所以第17号呢 就是零前面的那个空格 所以我现在的打算是这样 我直接来写程式吧 就是刚才该删的都删了 该处理都处理了之后 我要来修改它的第一列 第一列是零号 第一列呢 我要让它是刚刚我说的 像001那样子的东西 加上原来的第一列的第17号元素 第17个字元 也就是那个真正的标题的第一个字 开始前的那一个空格 从那个字元一直到最后 它包括了一个空格 所以我将会有001空格 然后才出现这一回的标题 不管标题是什么 那这个001当然不是真的001 是我打算写P的地方 可是呢 这个P不是我 这个P是1234到100 我希望它有三位 所以我要用一个Python内建给Stream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工具我写7好了 007嘛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这个工具的名字叫做Zfill 挖号3 Zfill的Z就是0 用0来塞满一个整数 当然要塞在左边 而不是右边 而3呢 代表我一共要三位 那前面的7呢 代表本身的那个数目字 是7 所以这样写之后呢 就会产生新的字串 叫做007 要注意的是Zfill是自串的工具 不是整数的工具 所以我不能说7 然后Zfill 挖号3 这是错的 因为7的资料形态是整数 而不是自串 所以了解这些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知道P是整数 刚才的P是在这里 对不对 它在一个range 1到2 这是整数 P是整数 所以要先把它变成自串 那我们晓得这个指令就是STR 可以把整数变自串 然后在后面说Zfill 挖号3 就会出现001 002 那如果P本来就是100的话 Zfill就不会有效果 它就是100 100 然后再把后面的 刚刚我解释的东西 接上来 所以我就把第0列改变了 改变之后呢 我才把它重组成一整个自串 然后写到档案里 让我退出Python 然后执行 执行之后 我再来重新打开A.txt 看到吗 如我刚才想要的 从空格开始一直到最后 是这一回的标题 然后前面出现了001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可以一口气 从第一回 叫它跑到101回 不是100回 但是程式要写1到101 然后我要安全一点 一方面是为了我自己的礼貌 二方面我也不希望被他们的网站抓住 说我是一个恶意的机器软体 然后就把我的IP给锁住之类的 所以我来这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个随机的秒数 23456 都有可能 而这个程式执行下去呢 我的档案A.txt就更新了 等它做完了之后 就收集好西游记的全部100回 请各位同学要跟着练习一遍 西游记我已经做完了 我现在出 好 在这个宋明的这一个节点下面 我们收集的哲学书也不算太多 有一个诸子与类 诸子与类 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 诸熙的这个谈话录 也不能说是谈话录 就是他写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经过收集整理编排之后 出现这种类书 类书就像是集锦 或者是一个像是个百科一样的东西 请你抓下来全部的诸子与类 自己设法删除不必要的内容 也自己设法安排有意义的标题 像我刚才做了一些小小示范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一小节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虽然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很厉害 我们还没有使用像Beautiful Soup 那么专业的软体来分析一张网页 但是一旦我们需要大笔的抓资料 那张网页的本身很可能是用别的程式 比如说PHP程式或是JavaScript的程式写出来的 既然那张网页本身也是用程式写出来的 那么它的结构应该非常的可靠 我们只要做几次实验 了解了它的结构之后 用我们这么初级的工具 就已经可以做很多有用的事情了